在现代社会 24小时制度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计时方法 而且时间已经可以精确到每一秒 不过在手机手表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我国民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计时方法 除了很多人熟悉的十二时辰制度之外 我们还能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暴时的打惊人 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打羊人都只打到五更天呢 这是因为这些人采用了十时辰制度暴时 十时辰制度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计时方式 把白天和夜晚各五分 其中夜晚用五更来表示 对人们来说夜晚的每一更都有不同的意义 有句农村俗语叫做一更人 二更火 三更鬼 四更贼 五更鸡 经常被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提起 这句俗语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一更人 一更天是从皇后开始 指的是七点多到九点多的这段时间 很多农民这个时候才刚刚从田里收工 正忙着回家做晚饭 小孩也要么在玩闹 要么在做功课 总之每个人都有要忙的事情 吃过晚饭 这些人还会和家人邻居坐在一起赖赖磕 所以这个时候的农村是最热闹的 到处活动的人很多 所以被称为一更人 二更火 二更开始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这个时候农民的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 大多数人都准备洗漱休息 家里的照明灯也陆陆续续的被关掉 所以才有二更火的说法 三更鬼 三更天已经到了午夜时分 按照农村一些老人的说法 这个时候已经是夜深冷静 引起比较重 是鬼魂出没的时候 其实也并没有科学的依据 不过三更鬼的说法还是流传了下来 四更贼 四更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多到四点多 正是人们睡得最香 最沉的时候 就算家里有些轻微的响动也不一定能够发觉 以前农村的小偷比较多 窃贼也大多都是在四更天的时候闯入家中 五更鸡 以前很多家庭没有钟表 公鸡打鸣都是天刚破晓的时候 宣告着新一天的开始 人们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之后 就要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凌晨的五点钟正好是五更天 也就有了五更鸡的由来 以上就是一更人 二更火 三更鬼 四更贼 五更鸡 这句农村俗语的意思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你还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